罹患膝关节炎有什么症状呢? 症状通常是经过多年缓慢的行程 最常见的症状有关节疼痛 走路跟上下楼梯会觉得关节疼痛 觉得吃力 无法蹲跪 起立困难 关节僵硬肿胀 膝盖的活动度变差 没办法伸直 也没办法弯曲 不动的时候 更是觉得僵硬 尤其是在睡觉或者静止后 但通常会在开始移动的一分多钟缓解 随着病情恶化 关节活动逐渐受到建制 软骨磨损后 也就是到了关节炎后期 关节活动会发出嘎吱的声音 并有摩擦的感觉